8.11这一节的第二部分 我们来讲这个连续的随机变数的Joint Probability 这边我们就叫Density Function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是Discrete 那是讲的是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 那这边Continuous的话 我们一般讲的是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就是PDF一般缩写是这样 那这边讨论的也是有两个随机变数 那它们都是连续的 它们现在是连续的会有一个连续的Joint Probability Function 那表示的方式会有F、X、Y 就是两个变数的函式这样写 那它其实是定义在一个二维的实数上面 相当于说我们在一个X、Y的平面上面 画出一块R的范围 在这个R的范围里面 我们的这个几率就是X、Y这个值的几率 相当于是我们的函数这个值在我的X和Y 落在R这个范围里面的几率大小 我可以想像是我有X和Y 那我的F这个函式因为是二维的函式 所以可以相当于是画出一个平面 画出一个曲面 F、X、Y落在我们定义的这个范围上面 所以我们这个几率的几分 其实相当于是在求我们这块曲面底下 落在R这个范围的体积 落在范围的对 包围跟R这个范围上面 被这个曲面包围下来的体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Joint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那当然是这个几分的结果才是体积 那如果单一的话只看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曲面的这个函式 那如果我们把刚刚这个结果 再稍微写得仔细一点的话 那相当于说我们可以说 我的这个把刚刚这个R这个范围 去分出来X、Y 那X的范围是落在A这个范围 Y是落在B这个范围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 积分范围分别写出来 我这个写的顺序不是很好 B是落跟Y对应的 A是跟我X对应的 那全部把所有的这个 所有可能的值全部积分 也就是假如我们考虑A和B 是落在正负无穷大的范围的话 那整个积分出来的结果 就要等于1 就是这样才符合我们几率的定义 所以我们几率就是考虑全部 最后要是1 那如果是我的范围是有一个特定的 这个边界的话 像我们这边的结果就会是 X的范围是落在B到A之间 然后Y的范围是落在C到D之间 那X这边我们顺序就对了 X是在AB之间做几分 Y的话就在CD之间做几分 那全部算完 就会是我这一个 两个随机变数落在 ABCD这个 矩形范围里面的几率 直出现在这个矩形范围里面的几率 那这边在连续的随机变数里面 也是要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的PEDF Probability Dance Function 那现在是Joint的也是一样 对于一个特定值的几率 其实它的结果会是0 因为在我们的定义来看 如果是某个特定值的话 我们求积分 那我们的上下界都是一样的 所以最后积分的结果都是0 就是在连续的随机变数里面 我们的这个Probability Dance Function 就是连续的随机变数 我们的随机变数 等于某个特定值的时候 它的几率其实是0的 那这个意义我们必须要 拉出一个 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很小的边界 就是我在 XY 假如说这一点是AB这一点 那我们要画出一个很小的范围 我这个周围的变化 可能是2倍的ε 那我的高度是2倍的Δ 那这样的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A加减ε B加减Δ 这样的范围里面 我们是可以求出它的几率 可是如果单一求AB的话 是找不出来的 这个结果会是0 就是在我们这个 A加减ε 跟B加减Δ 这样的范围里面 那后面其实都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最后求出来这个几率的大小 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几率大小 相当于是4倍的ε乘Δ 再乘上我们的Probability Dance Function 在AB这一点的值会很接近 如果我们这个ε和Δ 取得够小的话 就是一个柱状的 会得到一个 矩形的柱状的范围 然后落在 我们中心点是在AB 那宽高度的话就是 FAB 那宽度的话 高和宽就分别是2ε和2Δ 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再来看 Marginal的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也是一样 我们想要把Joint的Density Function 转成单一个变数的Density Function 那比如说我们想要找X的 Marginal的 我这个写错了 糟糕 这边应该要写X才对 X的Marginal的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的话 我们就要把所有Y的值 全部积分完 这跟之前的Marginal的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一样 就是我们要找X的PMF的时候 就要把所有Y的部分全部加完 那在这边PDF也是一样 这是连加变成是积分了 就是我们要求X的PDF的话 那我们就把Y的部分全部积分完 那一样要求Y的PDF的话 那我们一样把X的部分全部积分积完 就是现在我们的单一个特定值 某个变数的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或者说Marginal的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的话 我们会加上一个下标 那这个 因为如果我们照定义 就是我们到底下我们就照定义来写了 就是我如果想要看我的Y 落在B这个范围里面的几率的话 那其实这里面已经不考虑X 这意思相当于是我把X的部分全部积分积完 就是积分正负无穷大 那最后考虑B 就是Y落在B这个范围里面 如果我们画图的话 其实这相当于我们积分的范围 是一个带状的范围 我们在Y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是落在B这个范围里的 就是Y这个高度是B 那X这个范围的话 就是从负无穷大跑到无穷大 整个带状的范围往上涨 跟覆盖在这个Fxy这个曲面底下的部分 我们都要积到 那积完之后 我们就我们再从这个方向 就等于说我们从这个方向去观察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不同Y的值 不同Y的值 不同Y的值 它的PDF 就是Marginal的 Y的Marginal的PDF function 可以得到一个 比如说积分的结果在这里 那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从PDF 就是我们可以从PDF 我们有办法从 旧影者的PDF 去算出 我们的Marginal的PDF 可是我们没办法反着算 就是只有一种情况 比较有可能的是 我们的XY是Independent的时候 RandomVariable的时候 才有这种可能 那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的XY 会等于XX 增上F Y 在这种情况下 才有机会 不然的话 就是这样才是Independent 不然的话 我们这个是 没有办法往回推的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 Joint的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 或者说我们是 累加的这个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 累加的意思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 把积分的范围 它的下限 或者它的下限 换成是 这个 负无穷大 就是我们从负无穷大 开始一直积 G到某个特定的X G到某个特定的X G到某个特定的XGとT YG到某个特定的XG 那这个是我们的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 或者是我们讲是CDF 这也就叫是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那这个积分其实相当于是 我们在XY这个平面上面 我们G的范围是 我要G G X小于T 還有yu這個範圍 也就是我們要記整個 yu和xt底下的一個 這個應該叫什麼? 矩形嗎? 那其實也不是矩形,因為它沒有-y -無雄大這邊沒有邊界 就是它到邊界障礙這邊 在這個底下的斜線的範圍裡 那一樣我們照這個定義 其實我們一樣可以算出 x的marginal distribution 因為如果算xmarginal的話 xmarginal我們就是 y這邊也沒有上界了 u這個邊界就拿掉 我們就往上積,把上面這部分也積掉 就是我現在y的部分 原本是要小於u的 現在u跑到無窮大 也就是我們這邊表示的 我們把它換成y小於等於n 然後n取勤無窮大 這樣的幾率去表示它 所以我們單一變數的CDF 相當於是我們joint的CDF 然後把其中 我們想要拿掉的變數 激到無窮大就可以得到 這個也是我們marginal的這個算法 對y也是這樣求的 底下是在把這個設置整理一下 那我們把這個變數轉換一下 就是用小寫的xy表示 小於x和小於y 那積分範圍就是負窮大到x 然後從負窮大到y 所以我們算出來的積分 針對我的 把從PDF 轉成CDF 就是可以用積分 然後從負窮大開始 寄到目前這個函數的值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CDF跟PDF之間的關係 是有一個微分的關係 那就是前提是我們的偏微分 如果存在的話 那我們現在要求的話 因為現在是兩個變數的函式 所以我們要做兩次的偏微分 分別對x和y做偏微分 那可以得到我的這個 joint的PDF 那如果說 我們這根是再把這個式子再寫一次 就是我們從 marginal的PDF 跟我現在marginal的CDF的關係 其實也是 照定義可以寫出來 這個原本在單一變數的 這個 單一個變數的隨機變數的時候 這個定義其實是沒有變的 因為我們這邊這個式子 跟之前介紹的式子 其實有差別的 只是我的PDF跟CDF 都多一個下標 x這樣子而已 那只不過中間的過程 如果我們是從 jointed的PDF來算的時候 我們必須先把y的部分 先把y的部分 全部都擠掉 然後讓我先得到 我的這個單一個變數的 這個x的marginal的PDF 那y的部分其實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不看這個下標 或者說我們跟之前的單一變數 y單一變數的這個 CDF跟PDF的關係 其實就是差一個下標這樣子而已 好 那一樣 我們要來討論這個期望值怎麼算 那我們可以先拿marginal的這個PDF來算 因為用marginal的PDF來算的話 它定義其實跟我們之前的這個定義是一樣 就是我們考慮 我們要求x的期望值的時候 我們就考慮所有x的PDF 就是y的marginalPDF 然後乘上y 所以y不同對應的y的值 然後對y做積分 所以 我們這邊 因為算的都是 只能對單一個變數做積分 所以我們一樣不會出現 1,x,y這樣的一種期望值 所以這樣我們同時對兩個變數算 那算出來到底是 一個值還是兩個值 這個其實是很含糊的事情 不過我們可以定義的是 對某一個特定函數 如果這個函數 得到的函數值是單一值的話 單一變數的這個 domain是兩個變數 是二維的時數 那得到的這個range 得到的結果值是 我的輸出是單一個變數 那這種期望值 我們是可以算的 像我們現在這個hxy 那我把這個期望值 這個對應的值 就變成是 要乘上我的joint的pdf 那我再去做積分 所以 一樣我們把剛剛的這個 證明再看一次 就是我們的期望值 不管在discreet還是continuous 都有這樣的關係 我們的如果是我要求x加y的期望值 相當於是把x的期望值 跟y的期望值兩個分別算出來之後 相加 那證明的方法也是很類似 大概是之前的連加換成線來的積分 我們讓hx 這個函式寫成x加y 那把它照定義的方式寫出來之後 照定義的方式寫出來之後 我們的x這部分跟y的部分 可以分別拆成兩組積分式 那像我們x這部分要積分的時候 我如果要對y做積分 對y做積分 我可以先把x拿到積分外面 那當我對y做積分 因為我積分的範圍是 從-5穹大到5穹大 把所有的值都積完了 所以我得到的會是 x的marginal的pdf 那接下來我再乘上x 然後跟x做積分 這個就等於我們的x的期望值 那y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先積x的部分 把x的部分 從-5穹大到5穹大 直接對pdf jones的pdf積完 我就得到marginal的y的pdf 因為我把所有x的值都積完 對我x的變化 對我已經沒有影響 已經全部算過了 那剩下的我乘上y 再對y做積分 得到的就是y的期望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式子的關係 不管在連續的還是discrete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第八章的第一節 先介紹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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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